告示牌上原本三角形的红色标语 有的是部分卷曲 有的是整片脱落 还有的是手稍微一碰就变成碎屑 还有一旁的栏杆 原本鲜黄色的油漆也是东突一块 西掉一片 这也是南投同源寸自行车道 最近民众发现沿途 不论是告示牌的牌面 或者是栏杆上的油漆 都被大太阳晒到像脱皮一样 觉得蛮可怕天气这么热 那连雾体都会被晒到掉下来 那人体应该也不太能受得了 龚左说因为标示设立了一段时间 经过风吹雨打 加上这阵子天气真的太热 强烈阳光曝晒下才会脱落 天气真的是比较炎热 常年下来也受到那些气候的影响 所以可能有一些脱落的现象 艳阳高照不只是人 现在就连路牌也遭受到另类的热伤害 公所说会派员全面巡视清查 把被晒伤的路牌和栏杆 应必改善 华氏新闻 吴连安 杨宗颖 周大祥南投报道 哈喽 我是易景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氏新闻的YouTube频道